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那很多人觉得加这个字很难写 其实主要是没有掌握技巧 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技巧 加这个字还是很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想要写好加字 你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第一点 大家注意 加这个字 它应该是上窄下宽的 下面有撇纳组合 有撇纳组合的字 撇纳组合毫无疑问 就是这个字最宽的部分 而撇纳要展开 然后上面这个 宝盖头不要写的过宽 有同学把宝盖头写特别宽 然后把下面整个给它覆盖住 这样写是不对的 宝盖头不要写的过宽 撇纳要展开 然后第二点 大家注意 宝盖头下面这个小短红 你不要写到宝盖头里面去 要写在宝盖头的门口 就是说点和横勾连线处 要写在这里 大家注意 宝盖头下面如果第一笔是横 这个横不要写到宝盖头里面去 一定要记住 那第三点 下面三个小撇 你看夹子它下面有三个小撇 撇撇撇 这个三撇你要记住 它是不同项的 长度也不同 第一个小撇肯定是最短的 是不是 下面要比它略长一些 再往下比它 稍微再略长一点点 越往下越长 但是这三撇方向不同 而且这个撇要直一些 不要给它写太弯 不要给它写太弯 一定要记住啊 然后撇呢 你看往左右两边展开 撇往这 最后一撇往这 然后那会往这走 是不是 第四点要记住 这个字你一定要保证 它的支撑点在哪里 它的支撑点是弯钩 在这 所以撇那不要往下搭了 有同学写撇那的时候 喜欢往下走 撇那你看 哎往下搭了 和这个弯钩基本上在一条线上了 这样写是不对的啊 这个夹字的弯钩是整个字的支撑点 撇那要往两边竖展 不要往下搭了 一定要记住这四点啊 你看掌握了这四点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这个夹字 你来看一下它还难吗 首先点由轻到重 然后竖点 注意这个点我们可以写成竖点啊 稍微低一些 横钩接上去 往右上扛肩 往右下按压 好往回钩 钩要短小有力 哎这是宝盖头啊 往右上扛肩 左边低右边高 钩是往回钩的 一定要短小一些啊 然后这个小横 注意不要写到宝盖头里面去 就写在点和横钩的连线处 哎写在门口就可以啊 然后撇划往这走 哎小短撇 很直的 然后弯钩接上去 先写下来一看 然后竖下往下走 好再回来 然后出钩 哎弯钩 先写下来 竖下往下走 再往回收一下 然后下面两个小撇 注意你看撇往这儿 再来一个撇 好往这儿走 哎三撇不同向 越往下 要稍微的略长一点点 注意这三撇 你看这两撇 要基于弯钩的上部 下面给它留长一些啊 然后撇划 右边应该撇划往这儿 和这个撇对齐 然后纳化 好往外延伸出去 放出那脚来 哎这是夹子的书写啊 撇那往两边伸展 上展下宽 好我们把这个夹子 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首先点 由心到重 然后竖点 好横 勾往右上扛肩 往右下按压 往回勾 哎勾要短小 然后横 写在门口 然后撇往这儿走 注意弯钩 写下来 竖下往下 然后再回来 好 除钩 好 下面两撇 哎 基于弯钩上部 注意这三撇是不同项的 然后右边撇和这个撇对齐 然后纳化往外延伸出去 拖出那脚来 哎 这是架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关于夹子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